哈喽大家好我是伟哥 我们今天来玩这个玩者荣耀体验服务 然后3v3 然后用的运行是那个鲁班 然后我还有那个太乙真能和一个洋简 现在好像卡住了还是什么的 现在用的是这个电脑 电脑上面的玩是腾讯手游助手 用这个助手来玩 应该不至于这么卡吧 刚才加载的速度都挺快 什么进3v3这么卡 能物都出不来 什么鬼的 什么情况啊 刚说他俩人他就出来了 这里射一套 没射到能 看来对方不在这边 这下面没能打 没能打 是不是浪费了呢 其实也就是测试一下电脑操作这个体验服 啊 以前找了半天不知道找哪个模拟器啊 我们也是测试一下这个手游助手的这个模拟器 如果玩起来会不会是顺畅啊 如果会顺畅一下以后就可以这个模拟器玩 因为找了好多模拟器有的时候 要么就是方向控制的不是很好啊 就是不理想 要么就是开卡 现在终于找到了一款这个这个模拟器啊 手游 腾讯出品了嘛 应该质量怎么说也是会好 而且对他游戏 应该也是那个品配的比较好 咦 糟糕 咦 糟糕 应该按出键啊 这个是我自己的操作没好 你超好 而且我方是 他们两个在前面扛的 我在这边打小 打野怪花玉 感觉有点难了 我只是这么点血 没血啊 我去啊 其实在体验虎玩三一三还是第一次啊 然后就是我放那个 哇 差这么溜啊 我放的太乙真能 好能杀啊 我还秒准一个 看能不能射 诶 上面上面不能补血的说吗 诶 上面上面不能补血的说吗 正弧是可以补的呀 怎么在体验虎就不浪补了啊 这什么道理嘛 这有在前方 奋力你看 我还在上面啊 他必须要搞个吸血之论啊 要不 许个暴戏 去 诶 是很败吧 这三一三好像都没去测试吗 还能怎么样 家里不让补血啊 那回去怎么搞啊 还好这个三三飞护血还是很快啊 这个飞护自动的一两那个还是很快啊 三四秒就好了 所以我先再堅持一会啊 我先再发育一下 现在是救宫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这个方向不好困的 好像是看靠自动锁定方向的 因为最近手柄玩 有的时候操控就是很好 这个方向的手柄是这样的能够玩具啊 这个方向确实有点弱啊 看下啊 我准备去打打打打暴君呢 差不多了啊 这时候我应该可以去打暴君 对方又一个 对方的都扛不住啊 对方的那个 雅典娜 我先把这个暴君打了 对方非有人来打野吧 猴子那么好的一天去打野啊 对方的那个雅典娜就下来咯 我这边快挂了 快玩色了 好 成功 雅典娜就要来在我后面 他这样打我啊 快点就被他搞死了 哎呦 现在没死了 回城的话又不让古人是吧 为什么不让古人就搞不清楚了 为什么不让古人就搞不清楚了 非要让人自杀啊 或者怎么定 你看到家里也不让古许啊 看来下午中就不需要回来了 不要补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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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测试啊 直接 直接给我们玩啊 已经换气底看了 这么轻易 轻轻轻轻轻轻消息让我们赢了 刚出个7点队伦 哎呦喂 早上就不需要不去打野了 直接过来虐他们就够了 黑方简直好玩啊 比轮机还轻松 9点8分 我们就演示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欣赏 欢迎大家去关注我的视频 点订阅 点赞 如果大家想用电脑玩的话 可以大家去下载这个存信手游助手 它这里面最起码会流畅一些 然后这个也可以接手柄啊 我现在是手柄操作啊 直接按键 两个方向 上下左右可以用这个十字键了 十字键 然后加那个技能点 然后这个 我就按这个顺序做一个 根据自己的情况的习惯啊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